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莎莎姐 今天早上我把老太太饭弄好了以后 大家吃过饭后 那八点呢我就先上楼了 那我老伴呢在楼下 突然我们院里的医生来到我们家 老太太的医生来送药 顺便提了一句就是说 现在咱们这个部队呢 照顾老年人 正在调研 就是家里面像老太太这样子的这个情况 她是军人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可以日拖 就是到那个离我家 可能有七八公里 在那个地方呢也是干修所 要成立一个年纪大的 照顾老人的一个环境 就是给这些老干部嘛 一些特殊的照顾 那简单的来说用大白话说吧 就是可以早上送去那里 晚上可以接回来 那边有看护 还有一些什么什么 很多福利的照顾 那我的理解呢 应该就是日拖 像幼儿园 日拖 妈妈去上班 妈妈去上班把孩子放到幼儿园 到了晚上去接 那我老伴就一直笑 就说行行行行 那个到时候你们弄好了 我们过去参观一下 我老伴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说 哎呀把我笑的 捂着嘴笑的快发疯了 捂着嘴笑 笑什么呢 我老太太到医院去年9月13号 那天呢她是带状泡疹 在医院五天就把人家医生啊 有一个姓渝的医生 把人家折腾的 简直是都打电话说 麻烦你们赶紧过来吧 你们家老太太在这里大闹天空 所以我家老太太是离不开这个窝 离不开这个屋子的 那政府军方是好意 有一个日拖 但是我家老太太估计去不了这个日 我家老太太没办法去日拖 你知道呢现在出门 她都不愿意出门 我们有时候到外面吃饭嫌脏 现在呢年纪又大了 坐车时间长了 她也会累 那如果她去日拖 那估计够呛 那可能整个人 整个人要憔悴下来了 我闭的眼睛在想 我们家老太太假设去日拖 到那个地方 她在那多折腾人啊 她把她自己折腾得很累 把周边的人折腾得人羊马翻 我笑的是这个 那你想现在在家里面 我 我老伴 还有小林 我们三个人来伺候老太太 我们伺候她 她已经是习惯了这种生活 离不开打麻将 现在的奶奶很听话 看到泡脚水 自己脱鞋脱袜子就过来泡了 再也不用肺扣舌了 也不用红 也不用劝 已经养成习惯了 每天都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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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泡脚 都泡脚 涂料 都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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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泡脚 又泡脚 然后 勾 好 我也碰 所以他离不开这个屋子 张开眼睛 要看到他熟悉的环境 然后看到他老伴的照片 看看他老伴的照片 屋子里走走逛逛 然后找我们 打麻将 闹磕 聊天 那他生活已经很有规律了 那日托之绝对不可能 再好的福利也去不了 那再来就是 我们真的 真的把他放到日托 我们在家里 能安心的过日子吗 那肯定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年纪这么大的老太太 九十多岁了 还去日托 我们在家里面 第一 良心不安 第二 照照镜子 瞧不起自己 脸上无光 就想到这个情况 就自己都想笑 后来小林来了 我刚好讲说 老太太要日托了 你要失业了 小林说 怎么回事 我就把这一段故事讲给阿婷 她也是握着嘴笑 她说我都不敢想象 奶奶去日托是什么情况 我说那肯定是大闹天空 今天就是把我们家 这个很有意思的 一段小插曲 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明天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